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虽被神秘部队拦截 但以俄罗斯的性格 能容忍以色列这臭毛病 今天俄罗斯国防部直接表态 警告以色列 只要以色列攻击俄罗斯 在中东的战略资产或军事基地 不管哪个基地 在哪个国家 只要是俄罗斯的军事资产 成两半 可见其威力 这是什么啊 无人舰艇来自哪里呢 现在可以明确说来自东方大国 也就是乌克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的打法极其有章法 他们先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 随后又向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发射了数架无人机 以色列是谁啊 可见野门胡塞武装现在的打法背后 绝对有高人支持或指点 战术素样极高且非常专业 他们打以色列和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为的是扰乱美国的经历和事件 实际上真正要打的是美国的大火恩号不及传 他们不是通过空袭 而是通过地面方式 先以无人机吸引美国的注意力 让美国把全部精力放在防空上 根本没注意到无人舰艇 因为无人舰艇本身很小且速度快 结果美国人还挺高兴 说拦截了野门胡塞武装发射的11架无人机 美国中央 怎么拦截了 拦截了野门胡塞武装的11架无人机 拦截了胡塞武装这一波次的攻击 可公告刚发出来 这边就接到电话说坏了 遇袭了 被击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光忙着拦截无人机了 没注意到胡塞武装从海面上发射过了一艘无人舰艇 直奔大火恩号不计舰而来 整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都依赖于这艘美国的综合补给舰 补给舰规模很大 这艘大火恩号不计舰 隶属于林肯号航母编队 大约有19万吨左右 截至目前 有80名美军在此次事件中当场被炸死 大火恩号不计舰被当场炸出一个大窟窿后 美国方面迅速将其拉走 以免继续停留在阿拉伯海 目前美国不允许对外公布 大火恩号的消息 当有媒体询问大火恩号补给舰去向时 美国方面表示不清楚 让等待中央司令部统一发言 目前补给舰被拉到哪个港口尚不确定 但可以确认的是这艘补给舰已被命中 咱们回到阿拉伯海 另外 关于黎巴嫩 很多外面媒体说黎巴嫩被打得很惨 但其实以色列也不好过 只能说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现在中东战场 已经形成一个极大的战场和战略格局 也门胡塞武装负责牵制美国航母编队 不能让美国航母直接进入地中海打击黎巴嫩 这样美国和以色列在地中海形成合力后 黎巴嫩压力会很大 所以也门的任务很重要 今天伊拉克也开干了 向以色列发射了无人机 击中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一个军事观察基地 伊拉克民兵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地区 大概有4000人左右 全是清一色的亲中 装备中式武器的部队 大概六七天前 我就讲过这支部队 一到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 他们过去在伊拉克保护中国 在伊拉克的中东资产 现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干起来了 这支部队就去帮助黎巴嫩 此外 黎巴嫩今天除了用大规模火箭弹打击以色列外 还使用了名为法迪一和法迪二的弹道导弹 打击以色列的兵工厂 现在黎巴嫩的打击目标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用精确制导导弹打击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防空设施 兵工厂 电厂等 另一个是无差别打击 发射火箭弹往以色列方向打 打到哪里算哪里 因为以色列也在无差别轰炸黎巴嫩 黎巴嫩用法迪一和法迪二导弹 击中了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包括以色列摩萨德的部分也被打掉了 可见黎巴嫩并不像外界媒体说的那么弱 因为在2006年和2014年 分别有两次黎巴嫩针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 且都是黎巴嫩这边胜出 当时美国正如日中天的时候 都没能让以色列打赢黎巴嫩 那么这一次 以色列想要打赢黎巴嫩同样非常困难 而且此时黎巴嫩背后还有两个老大哥之事 看一下有人拍摄的黎巴嫩发射的弹道导弹 非常高级 他会末端激动 防止被拦截 就像乱跑一样 威力很大 网上有很多相关视频 除了打击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外 今天还把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以及海法的城市军事基地 空军军事基地打掉了 这导致以色列的战斗机 执行完打击任务 想要返航时 因军事基地被打掉而无法返航 以色列的战斗机 紧急飞往了赛普路斯的美军军事基地 即行停靠 因为在自己国家没办法完成降落 看一下相关图片 以色列现在不承认军事基地被打 但黎巴嫩这边有网上放出的照片 可以看到机场有一架可能是以色列的大型侦察机 或者是美国的预警运输机被黎巴嫩击中 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被占领 本来三五空袭完黎巴嫩后 想回到军事基地 结果得知老家没了 以色列方面通知战斗机 别往军事基地返航 而是去赛普路斯的美军军事基地 并给出坐标 这不是要空袭美军基地 而是因为自家空军军事基地被炸 没办法了 只能让战斗机去别处停靠 暂时别回来 以免被黎巴嫩击中 现在也没有停靠的地方 只能赶紧往别处跑 黎巴嫩还警告塞浦路斯 如果继续给以色列提供战斗机起降 就要对塞浦路斯的美军军事基地开干 反正已经放开了打 打一家也是打 打两家也是打 看到以色列现在在打仗了 以色列现在在哪上 对 跟黎巴嫩打仗 俄罗斯现在也不会在跟阿尔克来打 对 不得许 虽然还封起来 卧槽 好多了 我都在家在打仗 你看 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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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华生记者陈建青 我正在 在以色列北部城市 采法特 珍珠島向采法特市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在采法特已经响起了防空警报 防空警报声没有断 我是 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事节目从内网直接扣过来 从YouTube 无所谓 他要变黄标就黄标吧 黄标就黄标 无所谓 反正赚不到他什么钱了 油管平台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反正也就是这千把人 千把神的比较能够进入高段思维的一些朋友 大部分的人听不进去 听工资的 你看我抖音上面有一集充10万人 但是工资 直接把外网工资放过来的 结果工资的言论就是从我前面提过了 所以你看到前面 以色列战局并没有有力 并不有力嘛 台湾的新闻节目跟着西方屁股后面 还在说以色列赢 事实上以色列强撑辫子打肿点充胖子啊 他只是托美军下水啊 光一个以色列一定打不赢啊 你看现在阿拉伯人已经逮到他的一个弱点了 抓到他的弱点了 就是你的运输线 你是小国 你没有办法生产资源 你资源都从外面来嘛 然后他打你的那个兵工厂嘛 那你的武器从美国那边来嘛 那你我只要让那个胡塞武装 负责来对付海上的嘛 用反舰导弹嘛 伊朗给的嘛 那伊朗是装傻装弱 我讲过了嘛 为什么会这样 我前面表演过了 还要打的时候 我腿软 我跌倒了 原因是什么 所有的战略学家 不用去研究了 我前面讲过根本原因了 那你也不要去追究他 因为那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神啊 他的神告诉他的 他会帮 他会出力 因为那也是他的敌人 没错 但是他 时辰不到 他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高层 冷 基层热 那高层冷一定就是上面来的旨意嘛 让他必须要 装怂 装弱 弱 弱下去嘛 可是他底层是热的嘛 因为他始终还是离人啊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结构是了嘛 那他还是革命卫队还是会不断的援助武器到 胡塞武装 胡 还有 那个真主党 伊拉克民兵 叙利亚政府军 以及 那个 哈马斯 他都会援助的 他有好几个 几条线嘛 那你看得很清楚 整个从去年开战过来 已经打了快十一个月了吧 应该有了 去年开战过来 哈马斯是从内部点火的嘛 他可能牺牲会最惨重 然后法塔赫是又 就是弱的那一方 但是他现在也挨打 现在也挨打 这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 那 埃及土耳其只是嘴炮 嘴炮战事 打嘴炮 还有约旦 约旦嘴炮都打不动 都被打怕了嘛 但是他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战略 不及几条线嘛 内部是哈马斯 点火 然后真主党正面跟他纠缠 叙利亚政府军以及伊拉克民兵 伊拉克民兵现在是 你看到前面他是中式武器的人 基本上是中国人武装的 一个旅 前往黎巴嫩 所以以色列很想炸中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就是这个原因 他知道你的立场其实是支持黎巴嫩 而且也摆明的讲 确实要摆明讲支持黎巴嫩 现在总算是态度比较明确了 中国的态度 那 湖塞武装就是负责截断海陆嘛 美军的增援的部分嘛 去跟他打海上游击战 美国不是一直在讲海上游击啊 跟中国人打海上游击战嘛 那些湖塞武装先跟你打海上游击 我也讲过了 那个尺码我就趁这个机器给他爆出去 我前面爆过 哥伦布两艘破船开始 胡塞武装 红海截杀告终嘛 要先把 大年的脚本给他切掉 定义下来 那他就不会赢 他就不会赢 你海陆给他切断的话 以色列的海上的援助 美国欧洲给他海上援助就有问题了嘛 现在又加上利比亚那边也有人加入了 也有一些 也不是国家啊 也是民兵组织 也是被欧洲美国人抢劫过的利比亚 卡扎贝那国家 有个组织他是要结 他要加入 跟胡塞武装一样 他要结地中海的航道 因为 胡塞武装只能结到红海跟波斯湾嘛 他的那个反舰导丹 那利比亚是做外围 结断 那基本上 这个 气势来看 以色列是 大体是被孤立起来 那 加上俄乌战争跟中国的那边 美国人绝对不敢 不愿意也不敢投入权力 但他不得不来啦 以色列一直拉他 像你可以看到核心问题就在这里 以色列一直拉他 他不得不来 他一定会 源源不绝地援助以色列的嘛 那 前面几个 火力支援 点火的是哈马斯 打他正面纠缠硬钢的真主党 那火力支援的是伊拉克 胡塞 伊拉克 还有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 另外就是 是叙利亚政府军 那是提供基地的 他各有分工 你看得很清楚 那伊朗是提供资源跟武器跟金钱的 那包含中国的武器要过去 或通讯设备过去等等等等 那也是要通过伊朗 交通线 你中国也很难很难直接过去嘛 像先前资源那个 那个 那个 南联盟的那个 已经没有南联盟了啦 这塞尔维亚 那 直接也是武器直接就是空运过去嘛 空运过去 那空运过去的话 你毕竟是比较不稳定的一条 一条线 那现在直接 看得很清楚 以色列是属于不利状态 只是他战术上很狠 还有过去的余威啦 过去几次中中战争的余威 但是阿拉伯人已经 分工合作 这是他怕的 他紧张就在这一点 已经分工合作了 不像以前 那么 一团散沙 以前是一窝蜂上嘛 还以为是 早期的部落战争一样 一窝蜂上 一窝蜂上 全部被打掉 那当年那一窝蜂的那些人 现在都只有嘴炮啊 包含 土耳其 也是嘴炮战士嘛 他只能做后面递刀子的 支援黎巴嫩 给武器的 支援 小小小支援 不可能给武器啦 因为那些 土耳其用的西方武器 一定是被管制的啦 给一些小小支援啦 嘴炮战士 那第一波先前那些都打怕掉的嘛 那主要的抵抗之伏 你就看的是一个新的成分 新成分上去 那以色列 也凶多吉少 整个长久来讲 凶多吉少 除非他想要打核战争啊 所以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清楚了 这也是我在 那一本盖章票啊 我不能拿出来那一张票 里面有预测到的 那个中国内部的那个局 但是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什么队长的 他最 那个叫什么队长的 他是 模仿 莱昂跟残月的 很清楚他的风格 因为他新加入的 模仿 莱昂跟残月的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这个人 模仿莱昂跟残月的 那他 倒是提到一个 说国防妻子大学 现在已开始有 喇合 果然又是一个女的 教授啊 或者是 老师 中学还是什么 他在那个教育资源里面 竟然让以色列人去 南京理工大学演讲 洗脑 大辣辣 反动派就在操作嘛 先前 江湖时期 一直到习前期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子操作 那就是 邓江湖小丑系之后 那底下的局就 就偏向于这里了 他们喇合战术 就直接进来渗透破坏了 包含里面有大量的金日 还有以色列 金美国 金西方 他都找了女性 为什么找女人 这就是犹太人最邪恶的地方 他知道人性的问题 他可以冲击你的人性 因为女人耳根子软 利用你现在中国又是男女平权嘛 女人也有一定的行政资源嘛 女人耳根子软有一些比例一定是妓女 男人有一定比例是汉奸 女人有一定比例是妓女 这是磕在人类的族群里面都会有的 害群之马 那勾结这一些人 你既可以搞他 然后再用钱收买 就可以渗入到里面游走了 然后他在那边演讲就可以观察这些学子当中 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军官 有哪一些是思想是偏激的 就可以变成间谍 这一点是他看对了 那个队长讲对了 他从里面他就会挑着 他重点是挑着 那中间的媒介 那开城门的就是那个喇合就是妓女 女性居多 偶尔会有马云这种男性 这就非常可恶邪恶 那可见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 先前之所以为什么 邓江胡时期大量的渗入这些人 可以名正言大喇喇的 原因是你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态度不够坚定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还想要跟他们和好 那现在态度坚定 就等于你反向入局了 反向入局 原本是这一些人反动派入 毛泽东遗留的局 那现在是 真正的革命政派 入这些反动派的局 那你只要你的态度立场明确 像这一次我就是支持黎巴嫩的 秦夕之黎巴嫩 那底下的人去控告抓这些喇合 就可以名正言顺要抓出来 像这个就控告 就可以使用类似 比较建议啊 快一点清除 不会有这种问题 不是你要去当红卫兵 而是用红卫兵的方式 前几代我讲过 我太太的鼓掌当过冯小将 是江青的人 只有一个女人 在全共和国只有一个女人可以嚣张 其他的女人尽量把她官员 官职啊 不要让她太嚣张 太嚣张就一耳光咕过去 因为真的 我看过大陆的一些女性官僚 每一个都是很糟糕的 比男性官僚还要有 最早第一次见到的是国台办的里面的人 不是朱凤莲啊 二十年前见的 有 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后来不是发现 这些女性官僚要几十个男手下来服侍她吗 你面手真多啊 有些被挖到啊 直接关进去坐牢了 所以说 共和国只有江青妈妈可以 其他都不行 其他都要严查她是不是跟 那跟谁勾结 看就知道很有 所以为什么说我 我前面讲的朱凤莲是 看她的脸型 有点不正确 所以这个女性官僚 她最容易被抓到当哪个女 女生除了耳根子软 立场不坚定 原因就是人类社会当中 不管是民族也好 国家也好 政权也好 那原本是暴力机构成立的嘛 依照我的那个次议原理 我写那本书 钱刚原始 你原始因子一定占主导的嘛 那是暴力机构组装出来的 有点暴力组装的 那基本是男人当核心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组织 女人是附加进来的 那基本上这个组织 最容易出卖 不一定百分之百的 有百分之六十的几率 好 愿意甚至更高 愿意出卖这个组织 都是女性 女性会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上下愿意出卖 那在人类的历史上 为什么女性当内奸的成分少呢 原因是她不占行政资源嘛 她在这个资源体系里面 她说的不算数 她是附加的 所以要收买还是得收买男性 但是当你女性的官员多的时候 她有资源了 那她叛变的几率就高 所以为什么不能让女人掌权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人类 社会组装的核心 看以色列人他就知道 我一定要 找那种弱点 当你这个社会 女性也有一定的 资源和 在 决定能力的 决断能力的时候 就一定是找她们 当第一站 先胜后的 最早是谁 最早就是宋美玲 所以为什么当时不要中华民国 那个喇河那么大只哦 那还得了 所以一定要打掉 所以宋美玲后来赶快粉回来 可是她还是可以影响你蒋中正啊 可是这种情形结构 你在看现在为 以色列人来渗透她出手的方式 找女性就是知道她知道从哪里 左手嘛 一定找你有资源的女性是最容易 比例就特别高 比例特别高 比例啦 那以往的社会是因为女性 现在也是 现在掌握资源 行政资源的女性 毕竟也是偏少 比例偏少 但是跟古代相比 官场上有女性啦 而且她们也可以 残活在里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嘛 那叛变几率就高 并不是歧视女性 而是这整个社会结构本来就是 核心线就是前康原始 就是这个结构原因造成的嘛 所以为什么古人一直希望把女人安排在那个 三针九猎女就顾家就好 不要长过那么多资源 被迫才要搞一个西太后类似这种 因为确定她不会叛变就可以 可以给她 她可以帮你做安排的事情 做一些特殊的角色 但是 绝对不要掌权 所以为什么古人讲说 母鸡名叫 那就要国家要开始乱 这并不是讲假话 也不是 歧视女性绝对不是 因为 结构就是这样 你看其他国家社会的结构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中国人去以色列打工 他就为什么不准你去碰他们的女人 他知道这个嘛 他以前经历过民族流浪 他知道谁容易叛变嘛 谁容易 而且都很致命嘛 又利用人的暧昧模糊的那种 关西事 也是女性最好运用啊 再用这个女的去收买里面的谁嘛 帮她探清楚谁嘛 邪恶 所以 她为什么不让你碰以色列女人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吧 关键她也知道你会利用她们来渗透以色列 所以她们一定会玩这一招 因为现在她们 以色列女性也是有行政资源的嘛 也有行政资源的嘛 所以她绝对死抠着这一点 所以你看果然那种渗透破坏 这一点她们已经经历过多少年了 这一点中国人还未必 近代啦 古代的话知道了 因为古代没有这个问题啊 女人不长资源嘛 她要渗透汉奸只能找男的嘛 她才有那个行政资源嘛 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一个角色 就是太监嘛 太监 太监来矫正女性的这一方面 所以为什么古代宫廷 这么多年中国还保留太监 因为知道这个问题 宫廷里面的女性会掌握资源嘛 外面的女性最多就是妓女 她也掌握不了什么资源 她连开城门的能力都没有啊 你们那个喇合时代 就是以色列的喇合时代 那时候的妓女还有办法开城门吗 可是在中国的那个 那里开城门的机会都没有嘛 那唯一的弱点在哪里 那就是在宫廷里面 那宫廷里面谁来监督女性最好 中性的 太监 所以 中国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看之后有天然的公公 是可以 你自己跑去割了 我为什么不用 哈哈哈哈 干脆就让公公 潜入 里面 就反反胜的话 公公 可是 哎 这个公公文化没有 你还是操作不了 还是操作不了 啊 监督女性用太贱了 对啊 所以你看 以前的那个社会结构 经过历练 它就有防这一块 防这一块 你外面要渗进来 就不容易了 铁板 基本上这种结构就铁板一块了 所以对付以色列你也不难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现在都已经偏向于那种渗透 受破坏 心思都冻在这上面上面了嘛 那我们给你来的就是光明正大的 光明正大初级嘛 你玩的是那个公公的葵花宝典 我直接就给你 来兵法 我直接就孙子兵法来了 直接就是战略了 当然对于他的那种渗透独意 你一定要 一定要反制 一定要来硬的 所以难怪 以前 我谈过的那个阿道夫叔叔 他们会 他会从社会上来对付这个民族 从社会 体制上 就直接把你们亲了 阿道夫叔叔还不算严 他在弄 只是手段狠 我讲过了嘛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 万无会议 我在引评万无会议的 他还要给你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犹太人 事实上 沾到一点犹太的边 这种人就不要 就把他驱逐掉 驱逐掉 还有跟犹太人有一腿的 尤其女人 绝对要给他亲逐的干干净净 直接一耳光就过去 这是哪河嘛 那你 就城中的妓女嘛 一点都不要客气 所以以色列人他怕你用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嘛 怕你去勾引他们的女人 反过来嘛 去出卖 在以色列社会游走 去找到 开城门的人嘛 他怕你反过来用 喇合战术嘛 他不准你碰 连妓女都不给你碰 他为什么连 里面 卖的人 卖的女人 他都不给你碰 你现在完全知道了 没关系 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个招数对付你 那就用硬碰硬的来对付他嘛 军事实际炸嘛 用前面打嘛 支援你的敌人 最简单的暴力方法嘛 那就是那种 现在开始有反舰导弹跟那个 高超音速导弹打了嘛 那现在 他想要打北方的战争 成全他 因为黎巴嫩也 受他 之前跟他打也不落下风嘛 2006年那一场 14年也打了一次 那 这一次 正式大规模打嘛 而且也不是只有黎巴嫩参战 还有其他人 无赛武装的那个沙漠军都已经横渡 跑到叙利亚边境了 嗯 嗯 已经在哥兰高地附近了 很可能随时要 在那边 哦 哦 连伊拉克的那个中气化的旅 都已经过去了嘛 让他来这个硬的 讨厌 真的是很讨厌鸡鸣狗道的民族 一直在偷你的东西 偷你的东西还是就算了 哦 还要来调 他搞这种恶心的洗脑 对啊 好 进行